9月3日,国内知名在线视频平台爱奇艺发布声明,正式关闭显示前台播放的爱奇艺宣布不再显示网页前台节目播放数量。 爱奇艺表示,对网络视听内容的评价标准,正呈现单一化趋势,为播放量论,为数据论的浮躁风气日上,为专注于向用户提供更高品质的视听内容与服务。 爱奇艺宣布,自即日起关闭全站前台播放量显示,以综合用户讨论度,互动量,多维度播放类指标的内容热度。 此前,美国在线视频平台Netflix,自2013年,进入原创内容领域,一直对视频播放数据持保密做法,始终并未披露过相关数据。 对于聚集的受欢迎程度,Netflix最开始使用五星评分系统,现在则使用喜欢不喜欢,Dumbs Up,Dumbs Down的评价方式,但是用户在前端,看不到喜欢不喜欢的统计数据。 该信息只作为内部参考,以下是爱奇艺声明专闻。 近年,中国网络视听产业高速成长,但伴随着行业发展,对网络视听内容的评价标准,正呈现单一化趋势,微播放量论,微数据论的浮躁风气日上,未专注于向用户提供更高品质的视听内容与服务。 爱奇艺宣布,自即日起关闭全站前台播放量显示,以综合用户讨论度,互动量,多维度播放类指标的内容热度,在各端逐步代替原有播放量显示,为合作伙伴和广大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 众所周知,播放量攀比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正在日益凸显,在微播放量的影响下,不少从业者将播放数据作为目标,不仅扭曲了创作和宣传初心,还为吸引眼球而低俗炒作,甚至令行业滋生出刷量等违法行为。 与此同时,劣币虚逐良币现象日趋抬头,大量优质作品因为缺乏综合客观的评价体系而被埋目,在这样的非良性竞争环境下,制作公司失去了指导内容制作的评判依据。 用户在选择内容时,得不到有效的参考指标,广告主也无法对营销投放的效果做出合理评估。 行界健康可持续成长的土壤遭到破坏,对微波放量的现象带给产业链、平台方、制作方、用户的伤害。 爱奇艺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决心率先尝试结合内容作品的美誉度、社会影响力、价值导向等因素,搭建一个评价体系多元、综合权重合理的热度值评估体系。 对于用户,我们希望借助AI技术,向其推荐精彩内容,满足更个性化的观看需求,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 对于合作伙伴,我们将坚持开放平台战略,与其共享不仅限于播放量的、更丰富、更立体的观看行为数据,帮助他们生产出更优秀的作品。 我们希望,更科学的热度值指标,不仅有利于平台关注内容的综合素质,不断优化内容选择,将更多优质作品推荐给用户,也能从客观上改变行业为数据竞赛的现状。 日前,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局等联合印发通知,其至鲜明地反对行业恶性竞争。 全国各大电视台联合发布的恪守媒体社会责任,反对微收视率自律公约中也提到,坚决反对追求收视率和短期利益的行为。 我们认为不为点击量,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原则,坚持以品质评价为核心的导向,必将成为网络视听节目。 质量科学评价体系中的核心标准,风轻气正的网络空间,需要大家提心协力,久久为共来构筑。 我们希望通过全行业的努力,达成告别为流量论的共识,一同推动新时代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 爱奇艺2018年9月3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